我們和Thomas談談今天上市的新股 因為見到過去三天的大市氣氛不錯 不過Thomas股今天有配套的機會都不小 但今天上市2260就是環隆控股 它昨天的暗盤價也做得不錯 那招股價就升7% 這排雙湯之後 大家都覺得新股可能新上市去買 可能都有些水位賺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環隆的基本面 以及今天去開市的時候 大家又值不值得留意一下呢? 其實這隻股份 市場方面有一個行業的稀缺性 本身是造紙的無欄 當你的造紙機類似是有一個線路 用來保持紙的平滑度和質素 所以你一定要有造紙的無欄 才可以對於這個造紙的行業 可以製作到、發展到下去 現時在香港來說 這隻是第一隻股份 所以吸引度方面都稍微會比較高一些 當然另外一個方面也會留意到的 即是股份來說 這類型的傾向都是傳統類型的股份 所以也會有一個盈利基礎 不會跟我們看之前的一些B制股 或者是資訊科技的那些股份 就暫時會有一個盈利基礎 所以穩陣性來說 也會稍微高一些 如果按照市盈率 以至到市場率作為分析 跟同業比較的時候 暫時去看合理的股價水平 可以介乎是1.4至1.5之間 如果大市起分比較長 可能會有機會去到1.6 這些位置也不奇怪 但如果以1.4至1.6之間的範圍 其實水位大概是賺2至3成左右 所以現在入市的話 未必是適宜太過進取投放太多資金 另外一方面可以留意 就是都有基石投資者來參與 但我自己覺得比例方面稍微偏少一些 以往可能有五成、六成的比例 而這股份是兩成多 比起一般我們看到的 相對上會少一些 這可能會影響上市初期的時候 炒上的力度也會有些影響